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选字贴杀罗尼加后书第二章九至十二节 第九节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其事 并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计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身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荒 使一切不信真理 倒起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圣经一段读文 帝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要多谢教会 让我可以在今早早和大家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先一同来祷告 神话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 有赐下圣灵 让我们弟兄姊妹得着洁净 从得生命 求主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恩着学习和信从你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有所造就 灵命可以成长 保守下面的时间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明志而祈求 阿们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错误的心吸水》 经文就是在贴撒罗尼加后书的二章 九至十二节 感谢刚才阿Esther帮我们读的经文 考考大家的记性 记不记得刚才经文里面说 神将错误的心给了哪些人 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不过好在 错误的心不是给没有记性的人 神是将错误的心给一些沉沦的人 神将错误的心给沉沦的人 那我们就要去问 错误的心是些什么 而沉沦的人又是些什么的人呢 保罗在《贴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的教导 主要他就是针对当时的 《贴撒罗尼加教会》里面 有人就是散布 主的日子现在就要来到了 我们知道主的日子 其实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日子 这一种这样的说法 令到当时的信徒产生惊慌 保罗就向《贴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说 主的日子还未来到 因为除了这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是哪一日之外 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 还会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来到反教的事 指就是当时会有一帮人会背叛神 这一帮人从前是相信神 亦都是跟随神 但是如今他们就是背叛神 离开神的真理 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不法的人 又或者翻译作大罪人的出现 保罗对当时《贴撒罗尼加教会》 信徒的教导和提醒 其实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 同样重要也都是同样有效 因为我们现在身处末世的日子 我们等候主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必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诱惑 动摇我们对主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主的恩典去得胜 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第二章的十二节 我今天的信息就是 我们坚固三个属灵生命的内涵 避免成为沦落的人 我们开始讲第一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是爱真理的心 爱真理的心其实就是一个爱神的心 如果有人跟我们说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作为基督徒这句说话的意思 其实不单只叫我们照顾好 保重好我们的身体 更加需要是小心看守我们的灵魂 爱真理的心 爱神的心 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一切的诱惑 尤其是面对着出于恶者所行的神迹其事 弟兄姊妹 人是向往权力的 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我们面对眼前的困难和苦难 如果不是信靠主耶稣基督 得着圣灵的光照 人就必然很容易找一些其他东西 去代替神 哪一个凌鸡我就拜哪个 哪个有能力可以解决到我的问题 我就信哪个 在末世的时代 人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一种这样的将力 这一种这样的争战 马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 记载当时的祭司长和民事 都是这样弃弄主耶稣基督的 他们说 耶稣你救了别人 你就不可以救自己 如果你现在可以在十字架上面下来 给我们看见 我们就相信你了 这帮沉沦的人 他们所向往的 所知道的能力 就是眼前这个耶稣 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耶稣就是有能力的 但是神的爱 十字架的大能 并不是让耶稣由十字架下来 正正相反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成就了救恩 然后他死后复活 他的血洗净了这个世上 一切人的罪 弟兄姐妹 你觉得是十字架下来的能力大一点 还是洗净世人的罪 令到信靠耶稣的人 可以脱离死亡 得着永生的能力大一点 假如耶稣是从十字架上边下来 显出的 就只不过是他个人所行的神迹歧视 和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甘于在十字架上 成就父神的救恩 显出的就是神的大能 和他对世人的爱 这样的神迹歧视 就是和你和我都有关 弟兄姐妹 爱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为我们行了一件奇妙的事 就是将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我们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神迹其事 让人认识上帝 敬畏上帝 最重要是亲近上帝 《贴撒来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经文讲话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二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 主要是照撒旦的运动 不法的人 其实就是指他们行事 是违背律法的 这个不法的人 他到来的目的 就是要作撒旦的工作 他可以照着撒旦的能力 行一切的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虚假的意思 是指 这些这样的能力 是来自那一位恶者 来自那位恶者 主席 背後的來源,到底是說謊的靈,叫你一直這樣沉淪呢? 還是一個良善的靈,叫你得救? 我們要非常之警醒 敬文第二章十節,說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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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章二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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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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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任何事都不要虧欠人 我們知道是為什麼 但是後面又提到 我們要常以為虧欠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保羅在這裡的教導 是和愛有關 弟兄姊妹 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 我們住在加拿大 天氣熱就開冷氣 天氣冬就開暖氣 我們很舒服地 每一天晚飯的時候 坐在我們的餐桌前面吃飯 我們有魚 有肉 有飯 有菜 然後你打開電視 見到在地球某個角落 有一群人 他們正在那兒捱餓 他們沒有地方住 烈日當空這樣排隊 去拿那些救濟的物品 你知道其實這一群人的捱餓 他們所受到的不幸 他們所面對的困難 不是因為你所造成的 但是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因為你現在享有的幸福 你現在所享受到的生活 覺得對這一群人 有虧欠的感覺呢 弟兄姊妹 我求神讓我們所有的基督徒 都有這一種上以為虧欠的感覺 因為我們蒙簡選 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實在是有福 因為上帝對我們的愛 我們更加願意去愛人 我們更願意去傳福音 拯救人的靈魂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做基督徒是甚麼一件幸福的事 是甚麼一件開心的事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 我們是很幸福 我們很開心 得著福音 令到我們的人生有盼望 令到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有平安 令到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盡頭 因為主耶穌的應許 就是說祂拯救我們 讓我們有永生 可以與主同行 最後我們反思一下 今天我們講到的訊息 錯誤的心給誰呢 神將錯誤的心給那幫沉淪的人 大弟兄姊妹 沉淪的人 他們是可憐的人 因為他們自己被人欺騙 被魔鬼撒旦欺騙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他們不悔改的話 結果就是一直這樣沉淪 直至到被定罪 直至到他們滅亡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我們是神將福音 託付給我們的人 我們得上了主的恩典 得上了主的恩惠 我們除了要堅固三個屬靈的內涵以外 我們更加應該要有一個 尚以為虧欠的心 去傳福音 去建立教會 面對這一份的承擔 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去復興教會 你願不願意 我們一起來祈禱 慈海天父 感謝你 你清救了我們 你帶領我們 主要求你也都使用我們 結淨我們 讓我們在你的事工上面是有份 讓我們都是同心這樣 復興教會 去拯救更加多的靈魂 我們這樣的祈禱是奉我主耶穌基督 得盛名字而祈求 阿門 我們先進來祈求